福岛带排放的核污染水高达130多万吨 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 一旦开始向海洋排放 将在未来数十年间蔓延至全球海域 对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中俄专业部门两次从技术角度向日方提出联合问题单 日方期未给予充分可信的回应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社会学家卡里·薄西指出 太平洋地区民众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基本权利 日本政府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是对太平洋国家主权和自觉权的直接漠视 太平洋岛国论坛指出 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污染水检测数据 不能成为决定排放的依据 要求日方推迟排海计划 日本政府一方面反复声称 在获得利益攸关方理解前不会启动排海 另一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正当合理关切 从耳不闻 一意孤行批准排海计划 并宣布将于今年春夏期间 启动排海且无法再延期 日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 丝毫没有体现出解决利益攸关方关切的诚意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 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大事 我们在此敦促日方正视各方合理关切 切实履行自身国际义务 接受严格国际监督 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包括研究排海以外的处置方案 在从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 充分协商达成一日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本能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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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体会 性好 说 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